2019年广安市前锋区,一名小学高级老师黎文成自称被迫退休。 他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教师资格证上显示,他的出生年份是1961年,然而三年前年龄不够的他就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 如今他要求学校以及教科局撤回他的退休批复,同意他继续教学,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如果年龄被达退休要求,黎老师三年前的退休手续是怎样办理下来的呢? 黎文成老师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是被迫退休的吗? 一圈三连点个关注,2011年底,黎文成老师的儿子大学一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是家里的骄傲。 不幸的是,他在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被医院检查出患有先天性的囊肿,医院方面建议立即做手术。 黎文成和他妻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感觉天都要跌下来了,他们俩这把岁数了,可就这一个儿子,他们还指望着他呢? 他们怨恨老天爷的不公,他们夫妻俩活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儿子还年纪轻轻的,居然要受此大祸。 可是再怎么咒骂老天爷都无济于事,老天爷只给了他们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听从医院的安排,立即安排儿子做手术。 在动手术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如果想要挽回儿子的性命,他们将会倾家荡产。 可是,对于他们夫妻来说,钱与儿子两者之间完全就没有可比性,儿子要重要多了,所以他们打算不计一切挽回儿子的性命。 黎文成夫妻俩以为自己豁出一切,让儿子做了手术,他就能够安然无恙。 然而,手术做了之后,儿子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还直接陷入了昏迷。 成为了植物人,对于这种结果,夫妻两人实在是不能接受,儿子在动手术之前明明还好好的,除了医院的检查结果,其他方面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们认定儿子的遭遇与医院脱不了干系。 接着,疼爱儿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维护儿子的合法权益,他四处奔波,想要找到有利的证据,找到最权威的部门,控告医院。 在维权的同时,他还要照顾自己的儿子,可谓是心力交瘁,在采访时他说道,我每两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一个小时就要给他放平,从来没睡过好觉。 可是,家里的人手已经不够用了,夫妻俩都忙不过来。 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一双无形的手,紧紧地钳制着黎文成老师,让他寸步难行。 原先在没有课的时候,黎文成能在空闲时间前往重庆照顾儿子,让妻子腾出手来,可是,学校新颁布了一条规定,周一至周五,他不管有课没课,都得待在学校里。 这样一来,黎文成就无法帮助妻子照顾孩子了。 关于这件事,黎文成老师觉得,这是因为自己的妻子维权,对相关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受到了压力,才借着学校的手来故意对付他。 因为这政府的纪律只是针对他一个人,其他的老师并未受到规定的影响。 在学校出台规定之后,黎文成老师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了,妻子不得不日日夜夜守着病床上的儿子。 心里有再多的怨气,有再多的想法,他也什么都做不了了,关于给儿子维权的事,也只能暂时被搁置下来。 看着病床上一动不动,可能一辈子也醒不过来的儿子。 妻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黎文成对此左右为难,又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学校给了他另一个选择,要么每天按时按点地在学校待着,要么让学校帮他修改出生年龄,从而提前退休。 这个家庭已经为了儿子倾尽一切了,他的个人损失已经无足轻重,所以黎文成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提前退休,对学校给他安排的出生年份为1955年表示了认同。 这样一来,自己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来照顾儿子,让妻子不再那么辛苦。 然而,事与愿违,即使夫妻俩在重医妇医院为儿子花了194万多,并且在儿子住院的这1640天以来,不遗余力地用心呵护他,最终却还是没能够挽回儿子的性命。 在黎文成退休后的第三十三天,儿子不幸去世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开了他的爸爸妈妈,夫妻俩白发人送黑发人。 黎文成儿子去世,他伤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想恢复自己的工作,因为他选择提前退休,都是为了儿子。 现在儿子都已经不在了,他就不打算对学校的区别对待忍气吞声了。 对于此事,他找到学校,学校却说没有这个权利对退休的事情横加干预,乱作修改。 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目标转到了教科局身上。 可是,教科局始终不正面回答以及解决这件事情,这让黎文成老师气愤不已。 黎文成老师说,教科局不仅不愿意出面解决这件事情,甚至连最基本的修改年龄的依据和他的档案都不愿意出事。 在其中一次与教科局的工作人员交涉时,对方口才了得,善于避重就轻,歪曲思路。 黎老师差点先在他的思路里出不来了。 要不是他回去之后被自己的妻子说醒,可能这件事情就要不了了之了。 教科局的工作人员说,档案属于党和国家所有,它不是个人资产。 正因为它属于党和国家所有,档案中它记载了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肯定是不能随便公开的。 如果没有组织人士部门授权,任何人没有权利查看。 教科局工作人员所说的话,可谓是无懈可击。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的人去一些政府的机构解决问题时,都会听到类似的话,也总是因为这些话实在是太过有道理,而选择打退堂鼓,但是话说回头。 难道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就要放任不管吗? 最终,黎文成选择了寻求媒体帮助。 他把自己的所有身份证件都摆在媒体面前,告诉他们,他肯定是1961年出生的。 三年前的时候,他才55岁,办理退休是不符合程序,不合法的。 他之所以能办理退休成功,是因为自己是被动退休,学校方面都已经把他的出生年份给安排了,只需要他签字就可以。 而学校方面擅作更改,在黎文成的退休批复文件,标明他是1955年出生,比实际年龄提早了6年。 黎文成老师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教师资格证都显示他的出生年份是1961年,而他的退休批复上却是1955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最让人疑惑的就是,在中国,一切个人信息的来源都是身份证,老师的身份证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他是1961年出生。 就算他自己认可或者实际情况上,他就是1955年出生的,在法律层面上都是无效的。 他的退休申请怎么可能通过? 记者也是怀揣着满腹的疑惑,来到教科局。 教科局工作人员解释,在2015年,全国干部人士档案专项审查的时候,我们档案审核人员就发现黎文成同志档案中有多个出生年龄,我们根据工作要求。 凡是档案中有多个出生年龄的,都需要干部当事人写情况说明,实际年龄到底是怎么回事。 黎文成最后手写的书面申请,上面附有当地派出所加盖印章的户籍资料,我们借此对黎文成同志的出生年龄进行了认定。 他本人是同意认定结论的,并且在认定表上签了字。 在几十年前,公安机关的人口信息系统确实不够完善,人手也不够充分,当时出现过有关出生日期的各种情况,例如有些人是在阴历2月12生的。 父母却没有明确告知派出所是阴历还是农历,所以派出所就在他的身份信息上面填入了2月12出生,也就变成了阳历2月12。 比如说,一个人1995年出生,被录进系统里面的是1993年,父母不识字就认可了这个信息。 所以,黎文成档案中出现了好几个出生年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地派出所给出的户籍资料出生年份只可能是一个,也只能是他户口本以及身份证上所显示的年份。 如果当时他的出生年份就已经在派出所进行了更正的话,那么如今在他手里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就是已经更正后的日期。 同时,记者在采访学校其他人的时候,一位和黎文成老师关系比较好的蔡老师,他也站在学校以及教科局的这一边。 据他所说,他与黎文成关系比较好,两人时常有来往,黎文成在过生日办酒席的时候,他也每次都去。 但是,他记忆中办酒席的这些年份都是按照1955年的出生年份来算的,所以他认为黎文成老师的出生年份是1955年。 并且蔡老师告诉记者,黎文成身份证上出生年份是1961年,是因为他1979年的时候考入师范学校,学校限制年龄,只能小于等于18岁才能入学。 如果他用1955年的出生日期,他就没有办法入学,所以他更改了自己的年龄,也就与他实际上1955年出生有点出入。 而关于黎文成老师说的学校施加压力,那都是无稽之谈,关于考勤纪律,每个老师要遵守,黎文成老师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条件能够遵守纪律,所以选择了提前退休。 这时,教科局又提供了一则信息,他们说黎文成老师最开始找他们教科局的时候没有要求继续工作,他的诉求是将他退休年龄由2015年12月改到2016年1月。 而改这一个月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2015年和2016年退休的退休待遇既然不同,2016年的退休待遇要比2015年的高出不少。 至此,双方各执依词,学校以及教科局方面认为自己一切都是按照规章办事,而黎文成老师个人觉得,自己被学校和教科局使用了手段,是被迫退休的。 双方都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每一边都有道理,但是要把双方的言辞都放在一起来思考的话,又会发现迷雾丛生,矛盾重重。 首先,教科局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黎文成老师的档案,他们始终把它当作国家机密来看待,从未公开过,档案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其次,黎文成老师实际出生年份1955年,身份证上日期1961年,所以学校方面称,黎文成老师故意利用自己的实际年龄提前退休,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也解释得通。 最后,黎文成老师身份证上出生日期是1961年,而他的退休批复上出生日期是1955年,这样的矛盾日期都能审批通过,黎文成老师称,学校与教科局逼迫他退休也合情合理。 事实到底如何,难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黎文成老师编造的故事,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继续教学,晚几年再退休,得到更高的退休待遇吗? 又或者,这一切是学校与教科局为了压下黎文成妻子维权的事情。 从而滥用职权,媒体调查到这一步,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只有他们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了。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国家法律认可的个人信息只会是个人身份证上的基本信息。 黎文成老师身份证上显示他的出生年份是1961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 如果他用自己实际出生年份1955年提出退休,学校以及教科局审核通过了,说明学校和教科局的审核系统存在漏洞,或者是审核人员玩忽职守。 同样,如果黎文成老师是被迫退休,那么学校以及教科局就存在着滥用职权的问题。 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大家又该如何解决呢?